葬水入江工程一直都被寄予厚望 这对于解决西部缺水问题来说 有着极大的好处 然而对此印度却突然跳出来 反对中国实行这项工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的葬水入江工程 真的有可能实施吗 点击右按钮支持一下吧 葬水入江工程是 红旗河掉水工程的其中一个工程 按理说红旗河掉水工程 都是在中国境内完成的规划 完全不会干涉到 其他国家的领土问题 这完全是属于中国的内政 印度公开干涉中国的内政 属于也未免生的太长了一些吧 实际上印度的这个做法 也与他们国内也严重缺水有关 而我国的红旗河掉水工程 有可能会进一步 让他们的缺水情况恶劣起来 我们知道印度有一条恒河 恒河之所以对于印度人来说那么神圣 也是因为大部分的印度人 都需要依靠着恒河的水源来生存 可是中国的红旗河掉水工程 需要对中国境内的雅鲁藏木江动工 而雅鲁藏木江中的一部分 又刚好会汇入到恒河中 所以印度一直担心 如果中国改变了雅鲁藏木江 在中国的流动情况 那么便会拦截上游的水流 导致他们的恒河水量直接减少 当那是印度的用水问题 会更加艰难 但其实中国的红旗河掉水工程 在规划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地方 也根本不会去主动破坏印度的水源 更多的是因地质疑 争取用最有力的方法 来完成项目的推进 所以印度的担忧大可不必 更何况对于中国的工程来说 自然中国民众的声音更加重要 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居民们 都尤为重视红旗河掉水工程 印度的反对完全阻挠不了 我国对红旗河掉水工程试试的决心 我国政府预计投资4万亿元 将在10年之内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 脏水入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这也就意味着 红旗河掉水工程要实施起来的难度 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国有没有把握 能够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呢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我国就有水利学者提出了 南水北调的大西线工程 但是直到2002年 我国国务院才正式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项目的准备阶段 我国的工程师们便发现了 南水北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国也曾初步尝试了一下西线的工程 但是没想到 引来的水并不足以解决西部的缺水问题 完全达不到目标的饮水情况 这让不少人都开始质疑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正确性 不过近些年来 我国政府都并没有放弃 解决西部地区缺水问题 经过这么多年的重新调整和规划 在西部调水上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方案 2017年 由我国众多顶尖的工程院士和水力学者 所提出的红旗河调水工程 正式得到批复 并且在之后也举办了多次研讨会 争取该项工程的可行性 工程的起点 在清早高原区域 用人工挖凿的方法 将雅鲁藏木浆的水 引入到新疆地区 湖州会陆续经过陕西 内蒙等地区 可以彻底的解决西部地区的水源问题 而且为了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工程还会采用绕山而行的建造方式 这样也会尽量减少工程的建设难度 为工程的最终完工奠定夯实的基础 不过 因为西部地区的地形环境非常复杂 所以该项工程也采用了分段建造的方法 目前中线和东线的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西线工程则成为了重中之重 红旗河调水工程最终的目的是解决西部缺水问题 那么这项工程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吗 专家们提出红旗河调水工程时 便提出了该工程需要去灌溉沙漠 让西部地区的荒凉沙漠变成梦寐以求的绿洲 但实际上 如果西部的干旱地区不进行有效的治理的话 那么即使红旗河工程的水被引入成功 也完全达不到专家们所预想的高效率用水效果 要知道在沙漠地区水的蒸发量是远远超过降水量的 至于沙漠的气候和地形条件都有关系 所以当红旗河调水工程的水源 引入到沙漠之后 也会被大量的蒸发 而蒸发的水分在进入云层之后 便会顺着风 在西部的地区形成降雨天气 让西部有充足的水源 另外这也会更好地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对于发展区域经济来说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项工程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地方 比如西部地区蒸发量增大 会导致土地研制化的现象加剧 这对于植物和农作物的生长来说 是有很大影响的 对于西部的造林氯化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但是不管怎么说 红旗河吊水工程是力大于弊的 这个工程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是有很大价值的 但我国虽然被外界称为基建狂魔 也仍然在红旗河吊水工程上 存在着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功课 好在目前已经基本都有了解决的办法 我国南水北吊西线工程的实现 只日可待 如果这个工程能够发挥出预料中效果的话 那么这不仅仅在中国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都将是一个工程的奇迹